对糖分食物有所包覆 所以它对血糖上升的程度 也会比较慢一点点 营养咨询门诊中 侯怡珍营养师 指导慢性病患者如何吃的健康 2007年进入台北茨基医院 侯怡珍在临床工作中 希望能够借由营养的辅助 让病人早日恢复健康 于是求治愈浓厚的她 开始投入研究领域 临床本来做到一个极限 我们会想要自我突破 因为每次在教病人 就是这一些 那有时候看到病人 有些问题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回答 就想说那是不是 可以从研究上面 可以达到一些结果 在医院的12年 侯怡珍发表了 国内外近20篇论文 最近6年的博士课程 侯怡珍对糖尿病 前期患者进行研究 临床实物与研究结合 让她更有动力去帮病人 你对病人的用心度 会增加非常非常多 因为你会非常地 希望你的 outcome非常好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相对的 是一个好处 帮子要脱了 不用脱 就头睡这个地方 脚伸到这边 协助病人检查 这是放射师例行的日常 但在张胜昌眼中 几分钟的检查过程 却可以很不一样 放射师张胜昌 今年荣获新北市医疗供应奖 医式服务贡献项目 每天从相同的动作中 找到传达关怀的秘方 老人家穿绑 他行动不方便 他就坐在旁边 然后我就帮他鞋子穿上 然后帮他绑鞋带 他眼眶就红的在哭 我想说阿嬷 你是在靠什么 他就跟我讲说 他把小孩子养这么大 小孩是这么大 不能把他穿过去 简单的小动作 却暖了病人的心 张胜昌工作30年 绩效不断破纪录 当选过医院优良员工 对外也常得奖 但他经常鼓励年轻同仁 追求工作效率时 更重要的是同理病患 放慢脚步 你把检查做完 然后话慢慢讲 你要把它当作 每个病人都是第一次 来跟他讲话 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放射师 他们都是医院内 默默付出的重要团队 共同守护每个病人的 健康与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